首先接上电源 打开电源开关 机器进入几件程序 此时水位灯写是红色 是CUE 适量蒸牛水 加至水位浮球完成 加至水位浮球完成 低高水位不超过格紫下延 此时水位灯显示 长亮 加水完成后放入河水板 然后放入费率冰入 放置完成后关上锅盖 选紧后 门控灯显示强亮 此时按功能键选择灭菌程序或功能 A程序代表细菌培养 B程序 不同的灭菌 B程序选择好后 然后我们可以按温度键 上温度上下键 选择所需灭菌温度 然后按灭菌 然后按灭菌时间上下键 选择你所灭菌的时间 选择完成后按启动键 开始通过 打开电源开关 立刻按启动键 进入参数设置 第一个窗口显示的是温度补偿 然后再按启动键 进入下一个窗口 这个时候显示的是排气温度的上限 按温度键和选择调节 再按启动键 进入打印机设置 当粉色被带入打印机时 可以选择打印的红色 英文中文 再按启动键 进入直接面词的表示 已经保存了设置 然后关 锅内温度达到115度时 我们开始进入自动排气温度 当灭均 当温度将到105度时 电阀关闭 开始升温 如此循环三次大排气之后 我们将升温至我们的设定温度 然后开始灭均 请进入主任 oriented开始 进入行场